我手上這些是市面上能看得到的 大部分的類型 通常我在看不鏽鋼鍋 我會看兩個地方 從鍋底到鍋壁 重點是買湯鍋要看底部 這個最大的連一個人都可以裝得像 再往外推兩面是鋁合金 那再往外兩面呢 就是各家廠牌的 各位一定常看到賣鍋子的老闆或廚師這樣做 往熱鍋裡面灑水 你們看像不像個充滿查克拉的螺旋丸啊 好啦 這樣煎蛋不就不沾了嗎 你現在應該擔心的不是會不會沾 而是它跑太快也跟不上 好啦 起鍋 洋蔥燒豆腐就完成了 那不鏽鋼鍋讓它變成亮白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磨擦力 像這種CM的不鏽鋼專用拆刮布 它的磨擦力很強 一般情況下你用清水在磨擦就有不錯的效果 那如果你要再加強磨擦更細的話 就是這一種一般市面上蠻常見到的 火球鋼專用清潔劑 它大部分都是一些很細的例子 增加摩擦力 更細可以深入一些細縫拔刷的更亮 像它有些是什麼 磅石成分的啊 但是它久了就會乾 像這個已經硬到跟石頭一樣 你要去敲它才能 挖得出來 這一個是我最近在全聯發現的一個好物 它打開是膏狀 但是你用久了沒有冤完 它還是會有點乾 但是還好還是挖得起來 它不像這個石頭這麼硬 那聞起來有一點油的味道 像這個東西我用完 我都用清潔劑再洗一次 再把它沖乾淨 那等到你表面磨完之後呢 如果想要更亮 或者說你覺得它不夠亮 你可以再用檸檬汁 先用熱水淋一淋 讓鍋子有點溫度 當然檸檬汁效果會更好 那用檸檬汁漂白有一個前提是 你的鍋子表面不能有任何的阻礙 比如說油污 或者是一些窩垢等等 窩垢啊 你就是要先把它刷起來 那檸檬汁的主要功能 畢竟還是還原跟漂白而已 它沒有把那些鍋巴啊 讓它併不進的能力 這個我要搞清楚 剛剛醬油噴到的地方沒有燒焦 這個很好處理 這也是鍋壁厚的優勢喔 鍋底看起來比較乾一點而已 但是這個用點熱水應該就很好刷了 跟其他的鍋子一樣 我都會建議用熱水洗 或者讓鍋子保持溫熱的狀態洗 很明顯的用熱水沖過 大部分的醬油就可以洗起來了 再來點洗碗筋 把油垢洗掉 一般情況下你用普通的菜瓜布就好了 不需要摩擦力特別強的 這種有轉角的鍋子 記得用手指頭伸進去洗喔 這種事常常忽略掉的地方 不要偷懶 而且一邊洗要一邊用手去摸 檢查看看表面有沒有異物 如果沒有刷乾淨 之後反覆加熱會越來越難洗 那任何鍋子 包含你洗澡都一樣喔 屁股一定要洗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噴到了 好啦沖個水 這樣就完成一般的清潔了 在正確熱鍋情況下 基本上都是滿好清潔的 也不需要添加額外的不鏽鋼清潔劑的 就算不小心沾鍋了 那基本上泡一下水都滿好洗的 擦乾檢查一下吧 嗯聽聲音就知道沒問題了喔 那麼撇除不鏽鋼的部分 這種外面包桶的鍋子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讓它保持戰損感啦 就是那種蒼桑的位表下透露出歷練的光芒 唉這種難得的浪漫你不會懂啦 但是如果你想要讓它變亮的話 那也很簡單 我們繼續吧 在使用檸檬汁之前呢 一定要讓鍋子保持溫熱 這個溫度大概比你洗澡水再熱一點就好了 拿一個容器裝點檸檬汁 這樣就夠了 不夠再倒 放在鍋子下面這樣留下來可以接到 直接用菜瓜布沾一點洗看看 可以很明顯看到 只是用檸檬汁稍微來回推一推 顏色就馬上有變化了 但是一般軟性的菜瓜布 這樣子擦是有個底線的 表面一些髒污啊 色塊不平均的地方 還是很難擦乾淨 那沒有摩擦力就強的鋼絲龍菜瓜布呢 效果是很明顯上一個檔次的喔 但是它相對摩擦力比較強 造成的刮痕比較深 或許你可以透過改變方向啊 讓這個刮痕比較平均一點 但有些人會覺得既然都要變亮了 不喜歡有這種刮痕的感覺 所以這時候 拿出你剛剛的軟性菜瓜布上面倒點食鹽 拿便宜的那種鹽就好啦 我們來試看看加了鹽的摩擦力吧 嗯 加了鹽摩擦還是有差喔 而且造成的刮痕沒有像鋼絲龍菜瓜布這麼深 如果鹽溶解了可以再加一點 把手的細縫也不要放過喔 愛美就不要偷懶 裡面也順便刷一刷吧 檸檬汁也可以讓不鏽鋼餅的亮白 好 重洗一下 擦乾淨收一下成果 好啦 銅鍋的部分整個煥然一新了 那上面一滴一滴的色塊 就是我之前都沒有好好清洗的關係 這個多花點時間還是可以洗得起來 不過我平常沒有這麼鹹就是了 那洗完銅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放上爐台烤乾 尤其是把手的部分都會累積一些水氣 要垂直把它烤乾喔 否則長久下來附近的銅氧化會比較明顯 這不影響使用 只是你看了會比較暗漲而已 表面也順著烤一圈 好了 好啦 銅鍋的清潔還原就這樣完成了 那沒用火烤過的銅鍋 它會有個定色的效果啦 各位可以從畫面上比較出些微的差異 但我個人對這個顏色不是很追求啦 這就留給各位去拿捏吧 重點是水氣要去除就好 拿出還原過的版本跟戰損版比較一下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種呢 那麼既然檸檬汁都行了 那我們檸檬酸呢 一樣可以 來試看看吧 鍋子從熱水盒子裡面倒點檸檬酸 把菜刮布的檸檬汁洗乾淨喔 不要影響到 直接沾點檸檬酸顆粒來刷看看吧 看看它能不能附帶一點摩擦效果 嗯 除了顏色開始還原之外 摩擦效果好像不大 因為檸檬酸的顆粒較粗 刷到一半就掉光光了 最後結果就像這樣子 比一開始檸檬汁還糟喔 那我們把檸檬汁加點水溶解吧 再沾點刷看看 看起來跟剛剛檸檬汁 沒有加鹽的情況一樣 都是有個極限的 接著倒點鹽來增加摩擦力 繼續刷 嗯 看起來不錯喔 所以使用檸檬酸的正解是 加水溶解一樣要加鹽巴去摩擦它 對嗎 那麼這一個之前煮湯留下來第一刀的痕跡 這也是鹽巴摩擦力的極限了喔 這時還是要依靠鋼絲絨菜刮布了 順便製造點磨損感 不然它原廠是拋光過的 你終究是要磨損的 何不現在做呢 好啦 完成 沖乾淨 期待它退變的樣子吧 嗯 火烤就是美 關 這樣子兩支銅鍋都完成了 出廠的泡光層我會習慣磨掉啦 不然每次使用要小心翼翼的 真的很難也喔 而且我也把今年的Coda洗掉了 你們沒事不要再叫我洗銅鍋了啦 OK 我特地上界了這台電磁爐 來演示這一支專為電磁爐具設計的不鏽鋼鍋 拿測溫度的方式動一樣喔 可以透過水滴來判斷 可以看到水滴們在鍋底快樂的滾動 但是拿起來看鍋壁呢 完全沒蒸發 不如說完全不會燙 溫溫的而已 這說明熱源之後來自於鍋底 好 既然鍋熱了就把火力短小 下油吧 可以看到這鍋底的確是熱的喔 而且油的流動明顯產生了油紋 這時候下鍋剛剛好 來 倒慣例先煎蛋吧 這蛋白有點稀 因為是滿多天的 不過也正好拿來測試沾不沾的說服力囉 稍微移動一下邊邊的蛋白 動態感覺不錯 底部看來是凝固了 我們鏟一下看看吧 右邊鏟一下 左邊鏟一下 左邊鏟一下 好啦 不沾啦 OK 那電子爐具就沒辦法告訴你們要轉火力多大 因為每家設計的不一樣 你必須要不斷累積經驗 讓油脂跟食材炸裂的聲音來告訴你 那由於熱源只來自於鍋底 鍋壁沒有感應到的部分 自然就不會產生太多的熱能 點多就是烹煮過程從鍋底傳上來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鍋壁的油脂完全沒有焦化的跡象 好啦 單單翻個面 要怎麼吃自己決定吧 我移過來 我滑回去 爽 就是這樣 好啦 起鍋 用電池爐操作不鏽鋼鍋 就是這樣子而已 很容易 那記得不管你是電池爐或IH爐 一定要用專門對應的鍋具 沒有加厚倒汁的鍋子 雖然也會感應 但是會不平整 你的烹煮過程會非常的辛苦 來 接下來原鍋直接上明火 我要讓你看看這種鍋上明火多可怕 我們看這個火焰會從底部跟兩側往上串的 這樣會讓你在大火烹煮時 周圍的醬料食材很容易燒焦 因為它的鍋壁跟鍋底的溫差斷層會很大 待會直接煎個豆腐加點配料 我們做個黑胡椒醬口味的 這上次做的黑胡椒醬 來補點油吧 所以這種鍋子在使用過程要很小心 火開太大的話你旁邊很容易燒焦 尤其在熱油的過程 你的底部還不夠熱的時候旁邊就太焦了 好啦 溫度夠了直接下豆腐吧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啦 但是有個尷尬的地方 前面說的豆腐水會比較多 我們火要開大一點 但是火開大一點鍋壁很容易燒焦 所以火不夠大我們勢必就要把時間拉長 時間拉長你的鍋壁就會像這樣子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所以趕快下配料把它速戰速決囉 把洋蔥跟甜椒炒出香氣 小心移動不要把豆腐弄破了 下黑胡椒醬 我們要把醬料燒一下 讓它燒出香氣來 慢慢轉讓醬料覆蓋均勻 最後開大火 我要更多梅娜反應 讓它像鐵板上燒過的味道一樣 好啦 起鍋 好啦 黑胡椒鐵板豆腐就完成了 這很簡單喔 只要做好黑胡椒醬 你要做菜就容易多了 剛才沒學過黑胡椒醬的朋友 頂提一下右上角看一下吧 我們來看看剛剛那隻鍋子 鍋壁的醬汁是摳不起來 但是加點熱水應該蠻好處理的 比較麻煩的是這個 這是我剛提到焦化的油垢 它容易在接近鍋底的轉角處形成 那裡也是鍋壁離火最近的地方 總之先用熱水加洗碗精洗去大部分的油垢吧 子儀就是這些碗粒份子留下來的 各位應該蠻常見的 這些如果一次兩次沒洗 反覆加熱它就會變黑會更難洗 所以要趁它長大前徹底的扼殺它 用鋼絲龍拆瓜布加點洗碗精刷吧 這蠻容易就能刷起來的 看你要不要刷而已 把泡泡沖掉再檢查一下 看到沒有 就是這些 他們只是孩子 不要放過它 再補牆一下 這樣看來是都完成了 但是可以隱約看到一些 以前留下來的污垢 像這個日記月雷的黑點 還有很多這種細小看不太清楚的髒污 這就得靠不修鋼針用清潔器來洗的 任何廠牌都可以啦 反正它就是比較細膩的研磨顆粒 可以滲透到一般菜瓜布刷不到的洗縫中 刷完用水沖乾淨 再用一點洗碗精徹底洗一次 這樣是比較麻煩 但是也不是每天都用這樣子刷 好啦 剛剛那些比較細的污垢都洗掉了 但如果你想要讓它更亮一點 也可以比照剛剛銅鍋的方式處理 開始吧 跟剛剛刷銅鍋一樣 用檸檬汁慢慢的刷 只有這麼再亮一點點啦 因為原本就已經夠乾淨了 只是把焦黃的地方再變得更白而已 好啦 不修鋼鍋極端的清潔就到這邊啦 歡迎吃吧 太險的朋友來嘗試看看喔 那關於用什麼油一直是大家最關心 而且爭論不修的問題喔 老實說呢 這個問題是非常的複雜啦 因為任何的油脂啊 它在加熱都是一個衰退劣化的過程 那實驗室裡的數據 不太可能搬到廚房裡來實現啊 除非你永遠都住在實驗室裡面做菜 那目前我唯一覺得通用的方案還是 冷壓出炸橄欖油 H-Rawbergen Olive Oil 簡稱EVOO EVOO 一樣喔 如果我在節目上只講橄欖油 都是指EVOO 那很多人用油會看發煙點 但事實上影響發煙的因素很多啦 譬如說有沒有精煉啊 裡面有沒有含水氣等等 所以呢 它不盡得當作烈化的指標喔 因此呢 穩定度稱重要的關鍵 那像橄欖油的發煙點雖然低 但是它的穩定度算是最好的油品之一 不幸的話你先把廚房打掃乾淨 改用橄欖油一個月 你就知道你的廚房有多乾淨了 或許在加熱後啊 橄欖油的風味啊 營養會逐漸喪失 但是你橫向對比過呢 還是大勝其他油品啊 當然這是指一般正常情況下操作啦 因為你不可能一直無止境的大火加熱 這樣不管給你什麼油都頂不住啊 那我常常有人問我為什麼下鍋會燒焦 那是因為你們開車習慣油沒採到底不放啊 但是它背後還是有很多複雜的感情糾葛啦 譬如說你用油的喜好啊 營養價值結構 那火候控制啊 產品的畫素包裝 還有你口袋聽不聽話等等等 畢竟我本業還是個廚師啊 我只能依照我的使用習慣推薦各位用橄欖油 那其他背後複雜原因呢 可以請教相關背景的專家 譬如說我的好朋友阿喜博士 他就有做專業精闢的解析了 影片連結我都放在底下資訊欄 有空去看看喔 那至於家裡原本用的那些油怎麼辦呢 你要改變從小到大的習慣 真的是一個非常難跨越的門檻 尤其你跟家人同住的話 是不是會引起一場家庭革命 所以各位就亮麗而為啦 人生的課題還是留著給各位慢慢思考 至少我自己做出改編了 不免俗的 最後我們來炒個飯吧 這一次想要做一個蘿蔔乾炒飯 菜脯擦本 有什麼特別呢 美濃當地的日曬蘿蔔乾 很香 真的很香 跟一般菜市場買的菜脯真不一樣 它有一種很沉就很老的味道 非常的…不知道怎麼講 很天然 就是小時候聞的那個味道 因為白玉蘿蔔本來就很小挑了 所以做成蘿蔔乾也差不多這樣子大而已 這種不加防腐劑天然日曬的蘿蔔乾 外面一定是不滿的鹽 所以我們切完要泡水 把大部分的鹽分取除掉 放到水裡面泡一下 大概10分鐘就夠了 拿一根蔥去頭尾切斷疊起來 切成蔥花 好了 再來點蒜碎 抓一點平常有備料的洋蔥碎 小心的把蘿蔔乾的水倒掉 盡可能把水擰乾一點喔 好啦 炒飯的配料就完成了 拿兩顆蛋吧 走 炒飯囉 開火熱鍋 利用這段時間來盛個飯 盛個大約兩碗吧 其實熱飯冷飯都可以炒喔 在之前炒飯教學有講過了 技巧不同罷了 總之方法用對了一樣都能炒的滴滴分明 下油 把油撞開來 鍋熱油熱也產生油紋了 就把蛋倒下去吧 但是我把蛋攪散開來 那樣平底鍋炒飯很常會遇到一個情況喔 就是蛋板會沾在局部 像這樣子 不過這不用擔心喔 你鍋熱油熱的情況下 這些輕輕一推就可以推起來了 或者你可以事先在碗裡把蛋打散 都可以減少這個情形發生 好啦 先把炒到發泡跳動的蛋碎盛起來 直接原鍋下蘿蔔乾 把蘿蔔乾炒散 盡量把水分炒乾一點 集中在角落下點油 用熱油把蘿蔔乾爆出香氣 聞看看有香氣之後呢 就把洋蔥跟蒜頭加進來 大火快速翻炒 把洋蔥跟蒜頭炒出香氣 再把蛋碎加回來 飯一起進來 轉小火慢慢把飯推開 一邊翻炒一邊推開 不要讓白飯停留在鍋底太久就好 不然會因為白飯的水氣造成沾鍋喔 大致推開後就可以進行第一次調味了 那我們在調味之前記得先試一下味道喔 畢竟蘿蔔乾是帶有鹹味的 如果太鹹你的調味就要減少了 撒鹽吧 平均的撒上去 翻兩下再撒一層 來 不免熟的白胡椒粉 繼續翻炒 翻幾下繼續推開 把看得到了還沒炒開的飯粒把它揉開來 先加入一部分的蔥花把它炒香 依照喜好來點醬油吧 這不一定用下拉 看喜好而已 繼續用大火一邊翻炒一邊把飯粒揉開 再來點醬油吧 我希望顏色稍微深一點 注意不要太鹹就好了喔 在起鍋前中仔細觀察有沒有還沒揉開的飯粒 有沒有還沒揉開的飯粒 試一下味道 嗯 OK 差不多了 做最後收尾 加剩下的蔥花 還有一些生的洋蔥碎 我喜歡在炒飯裡面咬到一些生的洋蔥碎的口感 最後快速翻炒均勻就可以起鍋啦 好 起鍋 看一下鍋子完全沒有沾鍋的痕跡 這個醬油就是剛剛滴到的部分 這個都小事 好喜 好啦 一道簡單的日曬蘿蔔乾炒飯就完成了 蘿蔔乾的味道非常開胃 而且這種日曬蘿蔔乾有一種成就環硬的味道 吃一口就仿佛能感覺到農夫在田裡辛苦耕耘的樣子 讓人有一種反普歸真的感覺 哈囉大家好 我是Chris 快加入我的粉專跟Instagram 跟我分享你的生活大小事吧 見識到品嘗上 對 關於綫ént 活該 谢谢观看